每一个老建筑都有自己的生命 每一个建筑都有它自己的全身 看起来好像是我们的南洋风格 但我觉得还蛮打动我的心 就是说很用心地去善用不同的空间 连接成一个建筑,一个酒店 同时也连接这个社区的一些人 绝学就是将旧曲赋予新的灵魂 赋予新的生命 有点像就是architecture 那你怎样有把它的旧有的外壳 可是你去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它就可能变得有趣 它就像是一样的阶段 它都能变得有趣 所以我们的这些人 是否能变得有趣 它就像是一样的阶段 其实就是一样的阶段 它就像是一样的阶段 它就像是一样的阶段 坐落在Jalan Vendahara的月蛇酒店 建筑立面的外观线条简洁 一进门就能看到古典且设计感十足的大厅 继续往前走 映入眼帘的是设立在天井旁边的cafe餐厅 酒店内宛如舒服惬意的咖啡馆 一旁的巴黎式花园和流水声 让这个空间充满了生气 这里有一个又宽又长的游泳池及空中花园 外表看起来是很新银的一个建筑 但是里面仔细一谈 不说还真的不知道 我就还以为它真的是整个整栋就是老建筑 原来我们现在处在这个酒店大厅 它只是一个单位吧 就是一个老建筑的一个单位 以前应该是一个中药谱 有印象和味道 我记得那个味道 然后就隔壁这个小巷 现在是一个水池 你们养着鱼 不过在以前呢 它其实是卖那个 它是卖那些鱼 所以那个味道我是很鲜明的 就是经过的时候就是新鲜的这样子 所以这边就是中药的 定的味道这样子 然后走下去用咖喱饭的味道 凭这我就想上去来想 我觉得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回味的一个记忆 还有一个是老建 我们必须聆听老建筑的故事 每一个老建筑有自己的生命 它会告诉你 你要有一个很平和的心情 来感受这个老建筑要告诉你什么 每一个建筑都有它自己的全身 那么你要讲把那个 它的灵魂 它的生命呢 重新引到新的用法 那个而不产生冲突 必须要有深厚的艺术修养跟历史感 才能够感受这样的东西 酒店的设计混合了 马六甲爸爸娘惹 传统建筑的元素 和巴黎岛建筑风格 同时也融入了环保概念 酒店内有两个到三个天井 足以提供充足的采光和通风系统 这里的酒店 我觉得它善用了一些 老建筑里的老物件 在循环的利用这样子 他就听说那个柜台啊 这些桌子啊那个门啊 都是用其中一间房间的那个地板 然后循环使用 那在今天讲究所谓的 recycle 的这个状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零零碎碎啊 一小块小块的木 然后就装饰在 放在墙上的装饰品啊 甚至电梯我跟你讲 我们去看看电梯 我们就看到镜子吧 电梯一小部分也是这些木块 一片一片的把它结成起来 甚至楼上的那些门 所以它把像你讲的 那个木板一片片 它就保留下来 但是在赋予一个新生命 我们讲老建筑新故事 那可能就是老物件 也还可以继续新的生命 所以就是遍布在 整栋建筑里面的一个小角落 听说这个椅子也是 不过这个是从巴厘岛 那个就是被弃了的船 的木来聘凑成的 这样子跟这家酒店的概念 真的是相互相成 是的 然后就是那个天花板 地板 据说是这条街 特有那种天花板的构造 它的横梁在架着那个地板 这间老建筑的前身是中药铺 现今所保留的建筑结构 除了大厅上方的横梁 还有柜台后面墙上方的窗口 大厅上方的横梁木 作为两端墙体的支撑 以及上层楼的地板承载 这是马六甲战前老建筑常见的设计 随着时代的变迁 老建筑还是难免的会被淘汰 或者是又需要再生 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 这么老建筑能不能应该是修旧如旧 或者是修旧如新 这样的一个特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resher Hotel位于马六甲的Jalan Bandahara 是进入老城区的主要道路 也称为Wolfiston Road Jalan Bandahara 华人社会管它叫做新路 所谓新路是比较新的道路 后来才开辟的方便交通 1900年到1930年那个年代 产生了一个新的艺术活动 也是建筑的一个风格 就是Undecco 就是以剪调的线调为主 它多数就是英国式风格了 为什么呢 你看不到屋顶 它的屋顶前面还有一个 它的正面开始盖掉那个屋顶 你看不到 然后它的很多佛雕 全部出来的那个Pairapack Pairipment的设计 这条路上呢 这条路上呢 也有一些值得怀念的建筑 包括加毕多西宴 还有另外一间宿愿 也在新路上 叫做西湖宿愿 西湖宿愿是一间独立式的建筑 古色古乡的建筑 可惜大概在80年代 就被拆除了 西湖宿愿已经不在我们的眼睛 所能看到的地方了 记得印象最深刻了 就看秦祥林 秦汉 林青霞的电影 对火热的时候就在新路的西湖序院上演的 所以很多年轻人都跑到那边去看电影 爱情片 那时候是非常火红的 也是年轻人的娱乐的一个场所 西苑附近有很多茶色小石 附近还有九层楼的主屋 我们管它叫做进入九楼主屋 所以那一带算是人口相当密集的地方 岳舍酒店的正对面是加毕多戏院 以前戏院的后巷是非常的热闹 其实戏院就是像几代人的一个回忆 因为这个就是后巷 那个有人在卖茶几楼 所以当他搬走了进殿之后 他还叫他叫做 CAPITAL SAVAGE ROOT 后街呢就有那个吃蝇蛤蜊 那些东西 这边就是妈妈当 然后再往那边走呢 很黑很黑的小巷 不过就远远就那个昏黄的灯光嘛 然后走一段 很暗的 暗暗的那个街道 然后又到那个吃蚵尖的地方 所以那种感觉就是 很期待味道飘过来这样子 虽然我没有吃过你的小时候 你所吃的这种食物的味道 可是就是听起来就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你相当的回味 很回味 早期中华总账会的会址 就在新路 还有一些车行 还有一些商店 都是在新路 还有一些电火机也在新路 我记忆很深的时候 我们去还水费电费的时候 也在新路 那么新路上面也有 至少两间华人经营的银行 包括南方银行 还有一间应该是金融 现在都不存在的 是我对新路的一定点的记忆 现在的新路 慢慢已经演变成印度街 政府也允许这些商家 或者是市议会 已经加上一个永久性的牌楼 说这里是小印度 原来新路的后半段 渐渐的已经形成了很多 印度人商店秘籍的地方 每一年的Lipavari 图腰节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印度人 来这里购物 除了新路 除了新路 还有它的横向的天门公路 或者Jaland 天门公也变成了印度街 所以由于时代的发展 这些街道都静悄悄的 产生了很多变化 我觉得每条街的建筑风格都不一样 我觉得也是因为马六甲的一个历史 让它赋予一些不同街 不同老街 不同老建筑有不同的面貌 这样子 爵士音乐其实它是很 我们时常都会拿老旧的歌 不管那首曲子多老 它可以是一百年 它可以是三百年 那我们怎么样把它 换上一个新的面貌 不过曲子本身是隐藏在里面的 那我们是拿它的曲式 来做新的变化 就好像一些文学作品怎么样 好的文学作品 为什么可以流传百事 不好的呢 只是一下子就被淘汰了 只是一个潮流 那这种富于新生命 我时常都会说 绝学就是将旧曲 富于新的灵魂 富于新的生命 那它就可以以另外一个形态 展现在这个听众的耳边 有点像就是architecture 那你怎样有把它的这个 旧有的外壳 可是你去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它就可能变得有趣 不过你注入一个新的生命之后 人们就会好奇 人们会觉得 甚至点于一个新的视角 去看这个其实已经是 存在了多少的记忆的一个地方 环境清幽 古舍古香 是月舍酒店最大的特色 而在进入酒店之时 需要静下心来感受 建筑风格新旧生命的交错 正如酒店的标志 以两把钥匙打开神秘的保障盒 也计划